今天回南京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每次回南京就很激动 也见到很多好朋友 我们特意选了早上十点的高铁 到南京大概一个小时十一点钟 再不紧不慢的去到我朋友的工作室上了一节 中午十二点的ARC脊柱矫正期的团课 然后今天这些团课 感觉就是不断的在挑战我的身体各种能力 大概从第二个动作开始 我就一整个咬牙切齿到了课程的结束 然后课程中间我还一直偷瞄别人 有没有人摸鱼我们一起摸鱼 然后酒店里的很近就在工作室对面 所以我们就走路过去check in 到订房间的时候我有备注纪念日 酒店就真的很nice的帮我们升了房 还布置了房间 我第一次真实的看见那个爱心天鹅了 谢谢 哎呀妈呀这里边摘成这样了好像另一边 还从朋友的工作室顺了一堆零食回来 我好像离开南京以后就没有在别的地方买过栗子吃 那天我们订了两包板栗回来就是每一袋量都非常的足 我一个人吃完一整包 在酒店浅浅的整理一下东西我们就出门去吃小吃 现在立刻吃一个 吃一本亚薛粉丝汤 我们想吃的粉丝店距离锅贴有点远 所以我们就是打包了锅贴带去粉丝汤店吃 正好这家粉丝店旁边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汤包 就还打包了汤包过去 之前就有朋友问我在南京去哪里好吃 因为我觉得南京最好玩的就是各种小区的楼下 就是你在像这样的小区楼下 会有一条街全都是很出名的小吃 然后回酒店后还收到一个小甜点 它配什么 honey 蜜月吗 我自己吃第一口 我没打算都吃 虽然不是很好吃 但是谢谢有心啦 想买一个 这小路可以买 板栗先 咸的 咸的 南京咸的 我都很想吃 这我们下午就是一个MAC BANG吃播环节 就坐在那里开始吃 从那条街上带回来的小吃 我们买了烧饼 萝卜丸子 我躺在那里一直吃到了晚饭前 好呀 好呀 快乐 快乐 再一次祝我的朋友生日快乐 晚安